小菜籍 酷啊 太籍电脑科技挂帅 希望开来 走皇天下 小菜籍 小菜籍 婆婆又可爱 所向无敌 是大家的好伙伴 好伙伴 好伙伴 小菜 先走一步了 大龙大龙活该活该 你慢慢想吧 我先回去了 每一个字给我好好练习十遍 谁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那个样子 对不起 我失态了 大龙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怎么了又被处罚啊 这么丑啊 难怪老师要罚你留在教室练字了 自学的难看又有什么关系嘛 你这句话要是被苍结听见 他不气得吐血才怪 谁是苍结 你连苍结是谁都不知道 小太极我们再给大龙上一堂历史课吧 哦 好 没问题 中国的方块字就是由皇帝的使官苍结造出来的 要是他没发名字那就好了 要是他没有发名字你可就惨了 你想得到吗 苍结还没有发名文字以前 人们的生活有多不方便 大家用尽各种方法来提醒自己要的 和想说的话 结绳就是其中一种方法 可是啊 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哦 苍结就是吃过这种苦头才想到发名文字 有一天啊 他在回家的路上 尔木头快到家了吧 藏道人很远着呢 藏道人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哎 我 我不舒服 车子晃得太厉害了 啊 曹导人你忍忍我加快速度啊 不要啊 匠 炸 额 尔木头 哪儿不托啊 尔布 尔华 尔 龙 尔 尔 大人 藏大人 你没事吧 大人 藏大人 你没事吧 耳目头 只要你停止拍打我的脸 也不要一直坐在我的肚子上 我就没事了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已经 已经怎么样 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对了 快帮我把那些绳结捡起来 那都是皇帝交代的事 耳目头啊 藏大人有何吩咐 明天早上你到市场去买辆新车 什么价钱啊 如今马跪车见 一匹马可换两辆车 明天你带两匹马上市场 用一匹马换两辆车 一匹马换两辆车 大人放心 我记得腰带上了 新车就用剩下的一匹马拉回家记清楚了吗 嗯 我一定照办 大人 你安息吧 不是安息 是安歇 是 请安歇 看看 看看 新鸡占菜 新鸡猪猜 看看 有本性 来 这些鱼呀 来 过ЕН他 来 看 来 希希的鱼 上castlica在中美 我有饼 这小包 啊 哎呀 嗯 你 进去吧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肥 又来个肥羊啊 请问您这里有车吗 有 当然有啊 请进来 我这里的车都是上好的车 请看 什么叫钱 用你两匹马换我一辆车 二马换一车 这边是一 这边是二 没错 这猪的叫声好神奇哦 什么声音呢 没有啊 刚刚有人走是一条猪 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 不是 你听错了 那是马的叫声 马叫跟猪叫都差不多 是吗 二马换一车 没错了 二马换一车 对对对 哇 这个二木头真是木头木脑 可不是吗 这就是结绳的坏处了 我已经等不及看苍大人的表情了 什么 二马换一车 二马换一车 是啊 二木头啊 二木头 我是说一马换二车 可是可是你看 这两个结是马 一个结是车 所以是二马换一车呀 哎 你这腰带上只计了一跟二 没计马跟车 所以弄错了 曹大人 对不起 现在怎么办呢 让我想一想啊 苍姐就要写字了吗 哪有这么快 我们中国最古的文字 是从生活中逐渐孕育发展出来的 刚开始就像图画一样 苍姐呢 平时就爱图图画画的 经过二木头的事情 她更是积极研究 怎么样把图画变成代表事物的符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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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还没想出来 好困 他应该就快想出来了吧 他想到了 苍姐已经抓到诀窍了 他怎么又停了 加油 就快想出来了 嗨 你好 苍姐先生 一只会说话的甲虫 你是 我是金卫 你好 我是大龙 你好 金卫 大龙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一定是用脑过度产生幻觉 闭上眼睛再睁开看看 苍姐先生 你怎么了 真有趣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未来世界来的 未来 对啊 我是从过去的世界来的 过去 未来 那你呢 小甲虫 问到我了 我就是来无影去无踪 急如电快如风 能分金合羊 能血花无弥 独一无二的 万能小太极饰演 小太极 你把苍姐先生吓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你也会吗 我本来就是鸟啊 是鸟 你们都身怀绝技啊 身怀绝技的人是您啊 我 根据历史记载 您是发明文字的人啊 我文字 是啊 您都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 是啊 原来 原来 每个东西都有图形代表它的意义 我明白了 这就能代表日子了 请 警 竹 山 穿 田 门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蒼大人你怎么起得那么早啊 有办法啦 嘻嘻 蒼大人你怎么了 别动 口 木 耳 耳木头啊 这下有办法让那个阿雕不能骗我们了 来我带你去看三个特别的朋友 这是 诶 不见了 难道真的是在做梦啊 我们这样不告而别会不会不太好 不会啦 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时空的人 保持一种神秘不是也很好吗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苍结的字 跟我在学校教的不太一样 问得好小太极你可以秀一下啦 哈 让太极电脑告诉你 这就是由景物转变成的象形字 早期的文字结构就要不规律整齐 笔画复杂不好书写 后来才转变成方整平直也更加美观 原来如此太有趣了 嘿 我们来玩有趣的文字游戏 让你亲自体验一下 这是人 这就是大 这就是大 这就是粒 太 一棵树就是木 树木多了就是林 树木多的石代表石头 三个石头就代表很多石头 垒字 人在树下歇着就是修字 真是太妙了 妙 你看哦 少女是不是很妙呢 古时候的人觉得女人留在家里最安心 就发明了安字 屋中有猪 猪是古人财产的象征 屋中有猪即是财富 就成家了 真有意思 对啦 中国字最有意思了 像刚才那些字就叫会议字 把两个字合起来形成另一个意义的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看 日出东升就是东字 嗯 如此可笑也 而另一种只是原理造出的字 更能令你马上看出意思哦 像是上和下 两个人争 两个人拿刀互斗就是斗字 好痛哦 斗得可真凶啊 你还好吧 哦 没事没事 但是后来文字不够用了 便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 加上形或生的符号 成为形生字 像是里 把里字和鱼字合起来就是里 把金字和鱼字合起来就读金 把油字和鱼字合起来就读油 用哥加上水就是深浅的浅 哥加上金就是浅 哇 另外还有转注字 是把形生意义相近的字互相转用 像是一和鱼字 而另一种假借字是取同音的字 借作别的意思 嘿 像是烤和老 象形会议只是形生转注假借 就是形成中国文字的六种原理 叫做六叔 哇 中国字真伟大 哎 苍杰应该想出办法来对付那个阿雕了吧 年轻人你又来了 昨天上了你的当 你看这是我家主人写的字 嗯 字 什么字 你认认看 一马二车 没错 我家主人说不是二马换一车 是一马换二车 你家主人 你家主人是谁呀 他是皇帝手下的大官 苍杰大人 啊 是苍大人 你怎么不早说嘛 来 我陪你一马一车 嘿嘿嘿嘿嘿 嗯 那是什么声音啊 嗯 嗯 没什么声音啊 那是什么 嗯 没什么啊 你不能乱闯啊 嗯 让我来揭开谜底 哦 小猪 小猪 快阻止他 马会受到惊吓的 啊 不 啊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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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们别走啊 你牵我的马 我带走了 还有一辆车 改天再来打 叫 哎呦 你别走啊 哎呦 我的马 我什么都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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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召见小臣不知何事 听说你会造字 请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请容臣上前说明 这是 请大王过目 这是什么字 大王您猜猜看 这是月吗 这个呢 月 太阳刚刚升起呢 那就是淡了 这个呢 就是手 对了 这个呢 把手放在眼睛上 就变成看咯 妙啊 大王请看 太好了 太好了 每天这么多的国家大事 省节多的打不完 有了字以后那就方便多了 沧桑姐 你以后就专心造字啊 春旨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大龙 醒来啦 大龙 大龙 你字写完了没有啊 写 写完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写的是什么 这这这 这回特唱过了 早点快逃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